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ensorFlow2 不过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二维张亮的排序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的是 一维张亮的排序 对不对 今天咱们讲解一下二维张亮 其实换汤没换药 都是一回事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二维张亮的数值排序 第二 二维张亮的索引排序 其实排序的内容都是按照数值 只不过第一个函数返回的是数值 第二个函数返回的是索引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区别 好咱们先少讯 马上进入今天咱们代码的部分 代码以上 前四行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每期视频都一样 对吧 两个import 然后一个log输出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咱们大家看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二维数组 它是随机生成的 0到9的数字 对吧 今天我给您演示代码 采用Google的collab 如果您手头 没有可以演示环境的话 大家请看下面 我在做课件时 把我做课件当时的 这些个数组内容输出出来 让我下面排序的时候 也相应的输出了 上面这个数组的排序的结果 如果您没有演示环境的话 您看我下面这个代码的 comment部分 也能够明白 这两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OK 那咱们先手续 马上开始 我先把代码拷一过来 咱们还是用这个collab 先执行一下 保证没有错误 OK 然后咱们再开个新代码区 拷贝过来 咱们大家看 我这一番先生成一个A数组 这是二维的 三行五列 大家请看 一共有三行 每行里面有五个数字 对吧 OK 咱们今天就对这五个数字 进行排序 该怎么做 好 咱们先看 首先是声序排序 没收到吧 拷贝过来 再ctrlm ctrlm b 对吧 好 拷贝过来 咱们注意看 好 咱们先看 我调用tfso的排序 对谁排序 对A数组 我指定的是一轴 咱们大家都知道 是零轴开始计算 零轴一轴 零轴是三 一轴是五 对吧 那么我对一轴排序 其实就是说 我是对这五个数字 进行排序 那么一共有几组 五个数字呢 有三组 对吧 所以这是三行五列 对吧 有三组 对每组里面的五个数字 进行排序 怎么排序 方向 声序排序 所以说 您看到的结果 是大家请看 这第一行 是81617 对吧 声序排完之后 变成11678 排序了吧 是不是一轴排序 是不是排序这五个数字 没问题吧 咱们再看一个 第二行 88595 排成55889 没问题吧 第三行不用说 肯定也没问题 对吧 好 明白了啊 您不但明白了排序 还明白了按哪个轴排序的 最简单的理解方式 对吧 OK 接下来 降序排序 这没说的了 声序都行 降序就是改个参数而已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声序排序 11678 降序呢 87611 对吧 OK 这没说的啊 接下来 咱们就不按照 咱们还是按照 数值排序 但是咱们就不返回数值了 咱们返回原数组 数值所在的 所隐的位置 这个呢 也是非常的常用 咱们试一试啊 怎么做 大家请看 下面 声序排序 但是呢 返回所隐的位置 咱们先声序返回一个 B 看一下啊 我这再给您Ctrl MB开个新块 CtrlV 拷贝过来 然后Ctrl Enter 执行 多方便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我声序排序 返回是所隐的位置 声序排序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请看 是11678 对吧 它给咱返回的所隐是 13240 咱们看看啊 原数组的13240 013 0123 对吧 返回的是 13 返回的是13 对吧 对应的就是最小值 11 然后应该是返回6 012 6的所隐的是2 所以是返回的是2 没问题吧 OK 这个就是说明 它返回的并不是数值了 而是返回原数组 数值所在的 那个所隐的位置 非常的重要 对吧 然后咱们通过TF Geyser 收集过来 还原数组都没问题 对吧 OK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 降序排序 这个肯定也是没有问题 够 没问题吧 这个呢 正好是刚刚这个 所隐的一个倒序 对吧 也没说的 OK 这两个函数呢 在咱们深度学习 使用分色flow时候呢 是非常的常用 所以说呢 今天做视频的分享给大家 您一看到 在比如您看的是 不是小马视频 看的是其他的 比如说啊 代码 对吧 您看 如果看到这两函数 特别是下面这个函数的时候 请不要感到陌生 为什么 是这样 咱们如果 这个看一些这个深度学习书的话 肯定都会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手写数字识别 对吧 手写数字识别 最后分类图片的时候 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函数 我找到这个图片概率最大的 那个所有的位置 那个位置是几 这个图片就是几 对吧 当时咱们都是这么设计这个模型的 对吧 所以说 下面这个函数呢 用的其实更多 大家呢 请注意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在TensorFlow2中 如何排序二维张亮的小知识点 希望您呢 能够理解 特别是第二个函数 您一定要理解并且掌握 OK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下载参照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双款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